不过法务部长王清风是明确表示说 逐步推动废除死刑是法务部既定的政策 但是事情涉及高度专业还有民意的支持 那么希望在社会凝聚共事并且去除疑虑之后 逐步的达成废除死刑的目标 王清风说是不是会存在死刑呢 跟犯罪率的高低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那么我国已经有四年没有执行死刑了 但是重大暴力犯罪并没有显著的增加 世界上已经有132个国家废除了死刑 或者是10年以上以这个位置行死刑 那么在所有国家中比率是达三分之二 废除死刑现在已经是世界的潮流 但是呢要废除死刑还是要整合各方的意见 他尊重各界的意见